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美女爱喝酒的美食剧 合格子酒第二季,第八九集 这天上班时,合格子和同事又在讨论中午吃什么 同事说附近新开了家海鲜馆 各种鱼做的特好吃 我去,你们这不是要吃鱼,是在摸鱼呀 而合格子说,他中午带了便当 因为他每天大吃大喝的,鱼额不足了 老板见他们上班摸鱼 又搬来一摞资料,让他们整理 果然摸鱼后果很悲惨 晚上下班,合格子又溜达到饭馆一条街 为了省钱,他决定不去那些有情调的 价格贵的小资餐厅了 他想去便宜的那种小饭馆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家居酒屋 美女店员热情招呼他进去 他看到墙上贴满了各式菜品 他一抬头看到了土豆沙拉 居酒屋里的王道料理 然后他又看到了乌龙茶烧酒 和土豆沙拉最配的烧酒 这两样加起来不过650日元 太便宜了 于是他就高兴的跟美女店员点了乌龙茶烧酒 和土豆沙拉 厨师将做好的土豆沙拉一翻装扮后 给合格子端上了桌 活泼的女店员还蹦蹦跳跳的 祝贺合格子点了最佳搭配 这姑娘可真是活力四射呀 合格子先端起夹了冰块的乌龙茶烧酒 喝了一大口 冰力十足,直达肺腑 痛快极了 看着这个摆得跟小兔子一样的沙拉 合格子满心欢喜 他夹了一块的土豆泥送进嘴里 里面还有土豆小颗粒 口感很好 他一口口吃着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里面还有黄瓜胡萝卜火腿 几种颜色组合在一起 非常漂亮 合格子越吃越爽 越喝越痛快 此时店里进来两个怪人 还带了个企鹅头 被美女店员一把薅走了 两人跟合格子搭讪 说他们是这里的常客 然后就开始抱怨 他们的cosplay产品卖不出去 还畅饮一杯 加冰加烧酒 和薄啤酒混合的杂交酒 因为里面富含气体 喝起来相当爽 有啤酒的口感 酒精度数很低 合格子这个酒鬼 顿时被吸引了 他也想来一杯尝尝 于是店员拎来了铝壶 先倒上烧酒 然后再倒入薅啤酒 合格子一大口下去 顿时就舒爽了 感觉在这种小店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喝酒 很热闹也很舒服 喝完酒 他和两个醉醺醺的怪人 一起离开 美女店员让他回家路上小心 但合格子还没喝够呢 他准备再去一家接着喝 他突然看到了一家罐头酒吧 感觉这地方不错 于是就一头钻了进去 老板招呼他坐在吧台前 他环顾四周 发现店里摆了好多罐头 琳琅满目色彩缤纷 把他给看呆了 他看到牌子上写着 富士山路嘉宾威士忌 只卖四百八 于是就点了一杯 酒端上来后 他迫不及待的开喝 冰冰凉的分外舒服 而这里的罐头实在太多 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最后他看到上面写着 蛋黄酱烤金枪鱼罐头 于是就跟老板点了这个罐头 老板拿了盒金枪鱼罐头 麻利的打开 倒掉里面的汁水 把洋葱丝塞进去 再倒上蛋黄酱 然后用喷枪强力烧烤 很快就给烤的冒泡了 然后这一盒可爱的洋葱 蛋黄酱金枪鱼罐头 就做好了 表面焦黄 勾人食欲 和格子提鼻子一闻 香味乱窜 他赶紧夹利筷子 松进嘴里嚼起来 连连点头 味道真是不错 金枪鱼的油脂渗入洋葱里 吃起来清爽又香醇 再喝一口冰凉威士忌 可真是爽翻了天了 和格子觉得这个罐头真不错 于是决定下次自己 也这么做一次 他想虽然高级料理很棒 但他还是乐意享受 又便宜又好吃的美味 最后结账花了800日元 两家加起来 还不到1500日元 他感觉今晚的吃货之旅 可真是超值了 这天和格子跑到出租车失误招领处 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因为昨晚喝多了 手机掉在出租车上了 他超尴尬的 匆忙赶去上班时 突然看到一家 早晨就开始营业的小酒馆 他心里有点痒痒 于是决定哪天来试一试 而转天就是休息日了 和格子9点半 就来到了这家小酒馆 他决定好好喝一顿陈酒 从外面看 里面的客人还不少 应该有很多是下夜班的人 他走进去 惊讶的发现 这里简直是座无虚席 而且喧闹得很 伙计让他自己找个座位随便坐 和格子坐下来四下观桥 各色人等都喝得很舒服 他很奇怪 大家怎么一大清早就开始喝酒了 他抬头看到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菜单 每一道菜他都想吃 最后他举手想要一份烤鰻鱼干 但总是被截糊 客人一会儿要炸肉排 一会儿要炒牛棒丝 一会儿要酱汁鸡皮的 和格子好不容易 才点上了烤鰻鱼干和烫酒 哪只伙计说鰻鱼干卖完了 和格子只好在茫茫菜海中重新选择 他正选着呢 看到旁边一个西装哥正在泡妞 说自己在公司是桃花王 好多小姑娘喜欢 然后就恳请对面的美女跟他约会 但美女拒绝了他 说自己有两个小孩子 而且还要整天工作 结果桃花王站起身来 一本正经的说 请让我来照顾你们吧 那美女不禁露出微笑 和格子沉间酒还没开喝呢 先看了部沉间剧 随后和格子就点了个凉拌金枪鱼 而老板给他倒上了一杯烫酒 和格子迫不及待的作了一口 竟然毫无大早晨就喝酒的罪恶感 反倒很是舒爽和暖和 此时凉拌金枪鱼端了上来 金枪鱼上盖着味噌酱 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他赶紧加了一节葱白送进嘴里 一嚼之下味道相当不错 味噌和嫩葱相得一张 他又加了块鱼肉吃 味道先极了 鱼肉和味噌也很搭 这味噌真是神了 然后再端起酒杯来喝一口 顿时爽的不要不要的 此时旁边的西装哥和美女起身离开了 不知道西装哥成功没有 看意思应该是成了 紧接着旁边桌就被新来的食客坐上了 他们点了炖内脏 和格子定睛一瞧 那炖内脏真是妙啊 肉眼可见的好吃 就见那大哥撒调料就跟不要钱似的 大哥看了他一眼笑了 心说这姑娘必定是吃货 于是和格子也点了炖内脏 还有一杯兑水酒 就见伙计揭开锅盖 里面是一锅浓稠的炖内脏 炖了好几个小时 盛上一小碗 在上面撒上葱花 然后就端给了和格子 和格子赶紧先把酒倒进冰块里 再把清水倒进去 还贪婪的用手指搅拌一番 这就有老酒鬼那味了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果然是沁人心皮般的清爽 接着他就抄起七味粉 撒在炖内脏里 里面还有魔芋豆腐 然后就加起一块 不知是什么部位的内脏 送进嘴里嚼起来 真是越嚼越香 他一块块的把内脏往嘴里扔 嚼起来咯吱咯吱的 别提多有口感了 他还禁不住端起碗来 喝里面的浓汁酱汤 内脂味更加的浓郁香醇 再喝一口兑水酒 他整个人舒爽的都快上天了 他感觉吃沉酒真是太棒了 这家创建于1947年的店 怪不得人那么多 果然有两把刷子 和格子吃饭很不老实 四处观察其他时刻在吃什么美食 仿佛看着别人吃 他也能尝到味道一样 他看到很多人都在吃炖内脏 看来这道菜是这里的招牌菜 此时有两个客人 进来坐在和格子旁边 那个老大爷特别爱搭讪 问和格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和格子忙说 是在手机销售公司工作 那大爷立刻说 他年轻的时候 网络和手机都没有 很不方便 说现在的年轻人 可是太幸福了 然后大爷又问对棍的小伙 干什么工作的 结婚没有 小伙说在工地工作 还没结婚 大爷说在工地不是什么好工作 小伙很不爽 而大爷说 他年轻时候在煤矿挖煤 比工地可累多了 而小伙说 他爷爷也挖过煤 然后两人就热热乎乎的聊了起来 这老头真是个社交牛逼症 而和格子感觉 只有在这种大众酒馆 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伙计怕和格子受那老头打扰 问他要不要换个位子 看来这老头经常打扰别人 而和格子说 不用了 他在这种环境和氛围 以及乱遭到的喧哗里 喝得很得劲 本来喝酒就是为了快乐的 怎么快乐怎么来 吃饱喝足走出店来 和格子相当满足 结果伙计追出来 把他的手机交给了他 我看和格子这脑子再喝 恐怕就要废掉了 本集中 好了 我要去吃炖牛杂了 顾对白下次见 有猴 吃炖牛杂了 他吃炖牛杂了 吃炖牛杂的